我们的黑珍珠的一个新装的上市 可以给大家稍微眼看一下 可能很多都不知道 那其实黑珍珠这个项目 是我们在加拿大这边 算是我们在BC省 不应该是BC省 是我们加拿大西部西岸来说 我们是第一个 也是我们国家在做的 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 其实我们的黑珠的话 是在主要是我们 还是经常我们BC的一个 中部或北部的一些 我们的一些散养的农场 从这些农户里面 我们去收集了好几个农户 我们其实也亲自去 大概我们最短距离的 也要开车八个小时 我们大概早上四点钟 比较开始要去农场 我们去观看一下 他们的最近的一些生产情况 所以其实是比较偏远的一些农场 可是原因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这些比较偏远的一些农场的话 他们更集中 它也有更好的一个天洋的资源 空气啊各方面 更适合去养出来这种 需要到散养到户外 甚至它几乎是比较难在农养里面 去把它养殖出来好的猪肉的各下的那种猪种 所以慢慢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才开始把它变成了 我们有可能一个星期 可能开始有20头猪 到现在我们一个星期 可以出到三四十头猪 一个月的话可能有上百头可以猪出来 这个是一个从零到无的一个program 的确是在BC省市我们第一次做的 另外的话它吃的饲料 其实我们除了平手 我们最主要的是一个果物 它会出一些蔬菜 甚至是出一些水果 这样去提供一些特别的 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flavor 在这个猪肉里面去 这个才会产生出它这个猪肉 一个独特的味道 那这个猪的话我们 比较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要养至少六个月了 才可以产生出来 因为黑猪这个猪种 本来就是比较小一点点的 所以它需要差不多 像比如说白猪的话四五个月 它就可以大部分 可以长到130公斤左右 那黑猪可能大概需要 六个月到八个月 它才可以产生到110到120kg 所以的话 其实它花的时间会更长一点点 投入的成本会更高一点点 可是产生出来产品的话 的确也是大家是值得大家期待的一个产品 大家试过的 我相信没有试过的人 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试一下 这个黑猪这个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